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节课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 Comfort UI的安装和部署 首先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讲Comfort UI Comfort UI它的优势是什么 Comfort UI的优势首先第一个 它最新的技术 SD Stability Fusion 相关的技术可以优先体验 就是我们知道AI发展的非常的快 但是很多技术在Web UI那边 它要过一段时间才能体验到 但是在Comfort UI里面 很多时候官方它都是优先在这边 可以去体验到这些相关的技术 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给大家去讲 就是很多技术可能刚出来之后很火 但是大家想用又用不上 你就需要去学Comfort UI 需要去用一下它 那么第二个是它的玩法非常的丰富 它可以自由的去组合各种各样的电池 这些电池你可以在这里面双击一下 可以去加一些电池 然后给它组合起来形成新的工作流 它的自由度是非常高的 它的上限更高 它不像Web UI Web UI它是整个一套的 就是一个网页上面所有东西都给你预设好了 你只能在这里面去做一些填控 它的自由度是没有这么高的 第三个是它可以保存和调用工作流 就是你把你的文件做好了 最后你可以保存下来 下一次直接去用就行了 所有的这些参数全部都给你设置好的 它都会给你保存下来 你也可以去用别人的工作流 别人做好的一盏套工作流 你就可以直接拿过来 拖到这里面来就可以用 这个很方便 那么第四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使它的显存占用比较小 就是SDXL这个模型出来之后 它其实对我们的电脑显存消耗是比较大的 但是很多人的电脑 它的显存可能是8G以下的 这个时候用SDXL的这些相关的模型 就会非常的吃力 但是我们在Conf UI里面去出同样的图的参数 它的显存占用明显是要小一些的 这个也是Conf UI 它现在比较流行起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总共我总结了有这4个优点 但是它也有一些缺点 它首先来说对新手就非常的不友好 它一来 你可能新手看着这个一看 空白的画布 对吧 它默认是这样子的 把清除之后一块空白的画布 所有的这些节点需要你自己去加 从头开始自己加 那么这个其实对新手来说是很有难度的 因为你不了解相关的概念 你要去加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所以你最好有一点的Web UI的基础 比如说我们加了一个默认的进来之后 你知道它AI生成图像是从大模型 然后通过文本 然后通过一个采样器对吧 最后要怎么得到一个图像 它的一个基础 你如果说用过Web UI的话 就不用再给你去解释 这些电子在干什么事情对吧 不然的话一开始给你去解释 这些相关的概念可能就要解释半天 那么第二个非常大的问题 是它的安装bug非常的多 这Conf UI的本体 它的安装包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一个压缩包解压就可以用 但是它的插件安装 就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在网上去搜Conf UI相关的教程 很多一大半的问题都是在问的 就是报错 怎么解决的 它的bug实在是太多了 因为它的很多技术用的是比较新的 那么它这些新的插件 然后它需要用的一些配置环境 都很有可能会出错 我们给大家整理好了很多相关的这些要点 我们可以大家去说一下就是遇到哪些问题怎么去解决 好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怎么去安装 Conf UI的整个界面 第一个方法的话是用铁骨盾的满血的整合包 整合包的话我会把链接发给大家 打开就是这么一个手册 在手册里面它有一个完整的下载链接网盘 我们点击一下 看到这儿它里面装了很多东西 你可以去在这个里面 Conf UI整合包里面有一个满血版 然后满血版它分的不同的月份 你去下载最新的月份就ok了 因为每个月它的这些插件 然后插件它对应的这些配置的依赖环境 你都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这个经常需要去更新 就是如果说你不想花时间去展这些事情 那你就直接去下载满血包的 它这个比较大12月的应该是有140多个G 但是下载下来之后确实大部分的东西都给你配置好了 可能有一些小部分的东西需要自己在额外的做一些配置 但大部分的文件都是可以直接去用的 这个是最省心的方式 但是缺点就是太占空间 而且它部分文件是跟webui是有重叠的 所以你如果说下载下来之后 如果说你自己比较清楚那些文件是有重叠的 你可以去删掉一部分 所以我自己删掉了一部分之后 最后就是用它整合包的话 我实际最后剩下来的是有六七十个G的样子 这个是我下载它的满血包 然后去做了一些删减 然后第二种方式是直接用我给的整合包 因为我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课主要是针对设计师的 很多跟人物相关的一些插件 我们用不上的我也没去装 然后模型用不上的我也没去装 就是我们只用跟我们做设计有关的 另外一个是它有很多的模型 然后Ctrl-Net LoRa这些 我们是可以直接用webui的 我们前面跟大家讲过webui 所以你可以直接去调用webui里面的一些模型 那一部分又可以省掉很多资源 就是要配合webui去用 就是你最好是以前有webui的基础 对吧 如果说你是完全没有stable diffusion任何的基础 你直接用conferui的话 你就直接去下它整合包 那就是铁锅盾的 我们这个是需要配合webui去使用的 我这个也是过一段时间可能会需要去做更新的 因为我们课程会持续的给大家去更新 最新这些AI的相关的技术 所以课程的整合包也会持续的去做更新 然后我们这会有课程讲到的相关的必要的插件 我这个就会小很多 这个是这个我看一下 大概是10多个G16个G左右 这个也可以 这两个大家都可以把这两个 反正我们课程里面要讲到的功能 这两个整合包里面都会有 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自己去配置 我整合包实际上就是我自己去配置的 大家想了解一下的话也可以自己去配置 这个我们给大家去说一下 但是这个如果说你配置出问题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用前面这两种方式 就是我这方只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方法 那这个Compf-UI它本身的配置的方式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它在Github上面有一个自己的页面 然后Compf-UI 你直接在Google里面就sewCompf-UI出来的 第一个应该就是它 好 它的配置方法 官方给的配置方法在这下面 在installing 就是直接去点Direct Link to Download 就是直接去下载下来 它就是一个压缩包 那这个只有1.35个G好像 在这我下载下的这个1.35个G 你直接把这个解压出来就可以用 这个就是它本体 本体安装很简单 那么除了这个本体之外 我还推荐大家去用一下铁锅盾的 就是你不管你下不下载铁锅盾的 满血的整合包 我都推荐你去下载一下它的启动器 在这个里面 就是第一个层级里面 第二的启动器 然后这个启动器 它是有点像秋叶的启动器一样的 因为web-UI它本身是没有启动器的 web-UI不是Compf-UI 这个Compf-UI它本身是没有启动器的 就是在我们把解压出来之后 我们刚看到压缩 它解压出来之后是通过去启动 就是点BAT的文件 这个BAT的文件不太方便去把 放到开始菜单里面去对吧 你想要放到这来 它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右键添加到开始 所以我去用了一个启动器 这个启动器就是要去安装一下 我也会放在这个课件里面 到时候大家直接安装一下双击 默认安装就可以了 装好了之后 你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的启动器 那么启动器 你可以把它放到开始的菜单界面 这样子会方便些 那么启动器它的界面就长这样子 启动器你第一次被用的时候 你需要在配置页面去配置一下 就是把你的Conf UI解压出来的目录 填到这个路径里面去 那么我们的Conf UI你解压之后 比如说我 我是在C盘单独放了一个AI 然后把各种AI相关的工具都放在这里面 然后我的Conf UI Portable放在这 然后解压出来之后的文件放在这里面 那么我们的这个地方的配置的路径 是要进到这个里面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RUN NVIDIA GPU路径下面 然后再点进Conf UI 点到这个目录里面去 这个才是它需要配置的目录 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去把这个路径复制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里的路径是不是一模一样 就是C盘AI Conf UI 然后Conf UI Portable Conf UI 在这把这个路径填进去 就是在这个路径下面 你可以看得到有些文件 比如说Web文件 然后什么Cust nodes 就是点到这个目录里面 千万不要点错了 因为你这个里面层次比较多 有时候会容易搞错 注意检查一下 就是要看到这些文件才是你的正确的路径 你把这个地方点一下 把它配置一下 粘贴到这个里面来 然后找到这个路径 点击选择 然后对方你选择过了 就取消了 然后等一下它这地方就会出现 一键启动变成红色的 不然的话你第一次没有配置 你这一键启动是灰色的 你回到这个启动页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点击一键启动 就可以启动它 我这地方已经启动了 我先把它关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启动的 它有两种启动方式 你可以用铁锅盾的启动器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装启动器的话 它其实Moron的启动方式应该是在这里 回到这个地方 有个叫 Run NVIDIA GPU.bit 这个如果说你有英伟达的显卡的话 你就是点双击它 它就会自动的启动 第一次启动它可能会去下载一些必要的文件 它会去检查一下 你的路径什么的 可能会慢一点 后面就会比较快 好它就启动了 启动了之后 就弹出来这么一个窗口 你的第一次的界面 可能会跟我稍微有点不一样 因为你的插件有些没有去装 你的设置没有去做 那可能会跟我稍微有点区别 但是你能够弹出来窗口就表示 你的Comp UI是安装成功了的 如果说你没有 如果说你没有英伟达的显卡 那你就只能在CPU上面去跑 你点双击它去运行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默认的 就是它官方的安装之后的启动方式 如果说我们是用的 铁国盾的启动器的话 你就点击这 你先把配置好 配置好了就点击一键启动 它就会自动的调用文件 其实是一样的对吧 只是用这个会稍微方便一点 它就跟我们去用秋叶的启动器一样的 它有一个文件 有一个执行文件 那么这个装好了之后 就是这样子的 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你自己配置的话 首先你Comp UI官网去下载 下载下载之后 要去装几个插件 有几个插件是必须装的 那么这几个插件 就是我这一方也可以看得到 这里有一个管理器 然后还有我们可以去切换 做这些事情 Manager 这个是去管理插件的 Manager它本身就是去管理别的插件 就是有时候我们 去拿到别人的工作流的文件 那么你发现你的文件里面缺失了一些插件 那么你可能会Manager去安装它 Manager就是一个插件的管理器 那么我们要去装这些插件 我们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插件的安装方式 那么有四种方式 这个优先级其实是 有优先级的这一方 我们按1234来讲 我们讲铁锅盾的启动器 它有个好处是它这里面可以去 很方便的去装一些插件 就是在这里面 在铁锅盾启动器里面找到更新 然后在这儿有一个本体的话是configur本身 就是你每个月它都在做更新 那么你比如说你假如说我现在用的是这个版本 我用的是比如说10月3号的版本 我点击一下 它就变成这个了 那么它就会告诉你你可以去有一个新的版本 可以去用 那你就点击这个激活齿版本 就相当于做了一个更新 这相当于很方便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自定义节点 也可以在这地方去安装 也可以去做更新 这第一次你打开的时候 它会稍微的要需要等待一下 就是它转一下圈圈 然后加载一下 那么它加载了之后 这个地方它其实缺了一个搜索的功能 但是它这一方安装插件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其实configur就是安装 就是它困难 主要就是插件安装比较困难 但是铁钢盾启动器里面 在通过这个地方去安装 它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那么我们这一方其实已经安装好了 安装好的的话 你可以点击这个已安装 可以看到这边我们的manager已经安装好了 那如果说你要去 如果说你第一次你自己配置的 就是你如果说你自己配置 然后你没有去装manager的插件 你如果说用的是我的整合包就有 就是我的整合包里面是 相对于就是装了这些插件 就装了这些插件 好 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 那你直接去点一下前面这个勾 那我们把点到未安装上面 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插件 我们要去安装它 比如这个什么ipadapterplus 我现在没有去装 那你只需要点一下它前面这个勾 点一下这个勾 它就会自动给你装 这个就很方便 而且它安装成功率很高 稍微等一下 它已经安装好了 你看我们回到这个以安装里面去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ipadapterplus 它就给你安装好了 如果说你要去卸载一个插件 比如说我们去把这个lcm插件 把它卸载了 你把这个勾取消掉 它就卸载完成了 对吧 这样子就很方便 这个是通过铁钝盾的启动器 安装 卸载都很方便 那么第二个是通过gitclone的方式去安装 那么如果说你不想用这个方式 或者说你没有去装这个 那我最推荐的是用这个 它成功率最高 那么你如果说要gitclone的话 那就是你首先要去到这个插件 你去搜一下 比如说我们用第二个插件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ctrlA复制一下它的文字 然后我们直接到google里面去搜一下它 好 它会在github上面会有一个它的页面 那么我们其实跟我们在之前讲过webui里面 去安装的方式其实差不多的 对吧 那么它也是在这下面有个code 然后这方有个git的地址 那么git安装的时候 它本来默认的安装方式应该是这样子的 就是两种方式 我这个都给大家说一下 应该是进到conf ui的布图下面 我们一定要进到conf ui 然后这里面再进到conf ui里面 然后有一个叫custom nodes在这 然后在这个界面上 我们去右键 然后在中端中打开 然后你就直接去 git gitclone 然后把这个地址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地址 code下面这个地址 把它粘贴到后面 然后按enter 它就会开始去安装了 但是呢 你通过这种方式 有一定的概率会安装失败 就是它对网络环境要求非常的高 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两种方式 它都是网络环境 就是你的机子 最好是开全局的 但是开全局也不一定会成功 有时候需要去切换不同的节点 去试一下 就是你的节点 你去试一下不同的节点 有可能会安装成功 有可能会安装失败 那么它如果安装成功的话 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截图 这样给大家截了一下 就是它插件正常安装的话 它会有一个百分之百的这么一个进度条 它跑满了之后 就表示这个是正常的安装上去的 如果说你没有出来这个百分之百的 它有时候没安装上 它也会出来一个什么 installation was successful 就是这个就表示的是 没有安装成功 其实其实 但是它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去提醒你 来说这个安装是成功的 如果说没有出现这个百分之百的一个进度条 就假的 你重新打开也没有 这个就是很困难 对吧 就有时候它也不告诉你 为什么就是没安装上 它告诉你安装成功 那你打开没有 就很多人就很懵逼 这个它有时候会告诉你一个什么fatal 或者说error 什么没有连上什么对应的网址 那个你还知道就是吧 是你的网络问题 有时候它明明显示的是安装成功了 但是你打开却什么也没有 就是因为它没有出现这个进度条的话 是假的 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GitClone经常失败 那有一个提高成功率的方式 就是在GitClone后面去加上这样一串代码 就是它怎么去加的 就是你把你的地址直接复制到这串代码后面 我这个地方也给大家去写了 就是Git安装的时候 它默认的方式 是Git加网址 就是GitClone后面直接接网址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镜像 就是我们去加一个镜像 然后把我们的网址直接贴在这个后面 比如说我举了个例子 来下面 比如说在这个下面 https是相当于整个插件的Git地址 就把直接接到这个后面 那假如说我在这 就是我们要去装这个插件 那怎么去装呢 你就在这个位置 我们先回到这个cast nodes 这个文件夹下面来 右键 然后在中间中打开 那么你就把我给你的这个复制进来 这个这个镜像 就是把一整串复制进来 然后呢 你的这个Git的这个网址 直接粘贴到这个后面去 这样子粘贴到后面 这样子然后点Enter 这个成功率会大大的提高 就是这个用Git的方式去安装 好 那么这个是第二种方式 用Git去安装 还有一个前提条件 是你要去安装好这个Git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你直接默认安装就行了 它们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你装这个软件 就可以用Git的方式去获取 这个Github上面的一些插件 好 那么这是第二种安装方式 第三种安装方式的话 是通过Confi UI的管理器在线安装 它这个管理器装好了之后 那假如说你用第一种方式 或者第二种方式 把这个管理器已经装好了 那么你还可以通过管理器本身 也可以去装一些插件 这个管理器在铁锅盾里面的启动器里面 也是有的 就是这个Manager 对吧 就是你去把它前面打个勾就行了 如果说你没有装的话 我建议大家最优先的方式 就是通过铁锅盾的启动器去安装 它这个很方便 而且它可以做一些更新什么的 都很方便 好 那么如果说你装好了Manager之后 你还可以在哪去装呢 就是在这个里面 我们把这个关掉 就是你装好了之后 装好了Manager之后 你下次启动 在这个默认界面这就有个Manager 它在这个里面呢 可以去点击这个 Install custom nodes 这个Custom nodes就是我们的 这个地方的这个文件夹对吧 就是可以去安装一些Custom nodes 就是 安装一些插件的意思 其实你点一下它 然后它会弹出一个窗口 然后说什么在检查什么节点之类的 稍微等一下它 好我们打开这个界面之后了 你会发现它这有很多的插件列表 可以去安装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安装的插件 在这边 它就有一个install的这个选项 如果说你已经装过的插件呢 它就有卸载的这个插件 还有就是禁用它这个选项 就是好 这个地方你上面可以去搜索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随便去找一个 比如说这个什么clip对吧 我随便搜一个 好搜索了之后 它就会出来相对应的这些插件 那如果说你需要安装的话 你就点击它的install就ok了 但是这个地方install的直接去下载 就是去安装 它的失败的几率比较大 就是因为它安装的话 其实跟你直接去做Gate的安装 其实本质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们Gate的话 因为它可以去加一串代码 可以去绕过它的一些限制 这个就不是特别的推荐大家去安装了 比如说你前面的方法都没有安装成功 你可以去试一下用这个去碰碰运气 这个也是需要去切换不同的节点 就是它跟你的网络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 如果说你是不是大陆的用户 可能就没有这个困扰 但是我们大陆的用户 可能这个用起来就比较麻烦 他很多时候安装很容易 就是告诉你没有安装成功失败 安装失败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 安装这个插件是通过下载压缩包 我们比如说随便再找一个 我们把名字复制一下 我们直接用google搜索一下 比如这个插件好 在这个位置 这个code这可以去点击这 download zip就是下载它的压缩包 点击下它就会开始给你下载 那么除了这个地方可以下载之外了 我们其实刚开始给大家去介绍 铁锅盾的网盘里面 这个地方我就不去下载 我点击取消 在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它其实也有一些插件 它已经提前下载好的 就是在这个选配版里面 你可以去查看一下 它第三方的节点 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些custom loads 然后它给你下载好了 然后你可以去直接从它这里面去下载 也是可以的 这个压缩包你直接去下载下来之后 下载到本地 我这一方本地有一个准备好的 就这个你把它解压到文件夹里面来 其实是一样的 但它下载的压缩包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有时候不能更新 就是没有像在线安装的方法 就是它那么好去更新 最推荐的方法就是用这个 或者说这两个应该总有一个能安上的 这两个都安装不上的话 你通过后面第4个 第4个也是一定可以安装上的 但第4个的话不是特别好去更新 然后第3个比较难会比较难一些 那么优先级的话是1234 就是因为第3个还是在线安装的 但只是说它装不上 你再去考虑第4个 好 那么这个就是安装插件的方式 那这4个插件分别是拿来做什么用的 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我们装上了这4个插件之后了 把这个关掉 首先这个manager manager里面就是你拿到别人的模型 就是他有时候你拿到别人的工作流 你拖进来它会爆红 告诉你有一些节点你是没有的 那你就可以通过这个manager 点击这个manager 然后点击这个install missing custom nodes 就是丢失的cast nodes 它就可以去跟你去安装 这个我们后面遇到了 我们再跟大家去讲 这个manager他主要就是去做这个事情用的 就是帮你自动去查找你需要哪些缺失的文件 那么你在缺失的文件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通过它去安装 比如说我们再点击一下install custom nodes这 因为它会显示它的名字 它在这个地方安装不一定那么容易成功 你可以在这点击它的链接 然后找到它的github的网址 然后你找到网址之后再通过这种方式 或者在铁库盾启动器里面去搜它的名字 比如说你在这已经知道了 它缺失的文件是什么clip什么之类的 你在铁库盾里面去找它 去找一下未安装的这些工具 然后看一下哪个名字跟它对得上 在这里面去装 或者说用get clone 然后加上这些代码去安装会容易一些 这个是manager manager他主要是去查找你丢失了哪些工作流里面的文件 然后它有些别的功能 我们等会再说 然后这个是界面翻译的一个插件 就是你装好了插件之后 在设置这里面 第一次你可以去设置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设置语言的 语言在这 这个地方translation 这里你可以去设置成中文 那么你设置一次之后 你下次你想去切换回中文 切换成英文的话 点击这切换语言就可以了 这它会有一个切换语言 switch local的什么 在这就可以去切换 为什么要去切换 因为它虽然给我们翻译了 就是这个叫什么空 latent 什么这些东西 是你看着还是有点云里无理的 有时候你还是要结合英语去看 它的节点到底叫什么名字 而且你去搜索 比如说你在这地方去搜索 节点的时候 你输入中文 它是收不到的 你比如说输入一个空在这 你看你输空 它收不到 它你要去切换成英文 去看一下到底叫什么名字 有这个叫什么empty latent image 对吧 那你这个方向去搜对应的名字 搜一下latent什么之类的 我们后面再给大家去演示 总之它界面翻译 它是方便我们去查看的 这个时候有时候 我们再看一些它的这些叫端口 到底是一些什么参数的时候 看这个会方便一点 就是如果说你是中国人对吧 就是你看这些中文的解释会轻松一点 但是在它具体 就是这个节点叫做明明这时候 有时候要去切换成英文去切换下 在这里就可以去做一个切换好 然后第三个 这个是中文提示时的输入 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说用过webui对吧 就是webui里面可以输入中文 它会自动给你去转成英文 这个就是做这个事情的 我们后面讲到类似的工作流程的时候 再拿去讲 然后还有一个是叫custom script 它的插件的作用 就是一个是它可以去做一些美化的辅助 就是显示模型的缩略图 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去吸附网格 这个要去做一个设置 在这个里面 就是我们你放大了看 就是你的图标 它会吸附到网格上面去 就这个 它有时候方便去做一些对齐 然后你在设置这有一个吸附网格 把这个勾打上 那么除了这个功能之外 还有一个是文本补权 在这下面设置 装了插件就有 然后在这把这个勾勾上 然后自定义语句这点击一下加载 它就可以去帮我们去加载一些常用的词语 这个其实跟webui里面 其实有一个差不多的意思的 就是它也是把one girl 然后什么这些是它非常常见的词语 那么这个时候保存一下 我们关闭 然后这个时候你在提示词里面去输入的时候 比如说你输入一个one 它就会自动的联想这些词语 这样子会有时候写文本的时候会方便点的 这个就是它的功能 这几个是推荐大家必须装的 那么其他的插件 我们在讲到类似的对应的功能的时候 我们再给大家去讲怎么要用哪些插件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必须去装的一些插件和它的本体 那这样子你比较方便去使用 好 那么讲完了这个之后 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模型配置 就是在conf.ui里面 我们怎么去使用我们webui里面的一些模型 好 我们回到conf.ui的安装目录里面来 在这个里面它有一个文件 如果说你是下载的官方的文件的话 它应该是这个 没有这个 这个是我自己改的 我复制这个出来改 就是你把这个文件的后缀 你按f2把它的后缀 这个点example把它删掉 它就会变成这个文件 然后在这个文件里面就可以设置 它可以去跟我们去共用哪些模型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基础路径 那么这个地方你去设置你的webui的路径 这个webui的路径 大家注意一下 你的webui 我们的webui在这 然后你要去点到这个路径里面 就是能够看到启动器的界面 然后把这个路径 直接ctrlc粘贴负责到这里来就行了 好 粘贴到这个地方 注意pass 这个后面帽盒后面有个空格 就是这个不要写错 你写错了 有可能这个地方 它就读取不到你的模型 那么通过这个方式 还可以读取你的很多模型 你的大模型 你的roar模型 vae的模型 upscale的模型 它都可以去读取得到 embedding 然后还有什么controllight的模型 那么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你的controllight的模型 有可能你的controllight的模型 是不是放在这个路径的 就是它要求你是 如果说是放在这个models 然后controllight的在这 如果说你的controllight的模型 是放在这了 是没问题的 如果说你的controllight 有些人它是放在这了 放在extensions 然后放在叫sdctrl.net sdwebuicontrollight 然后这里面的models的话 如果说你是放在这的话 你要把这个路径改一下 把这 如果说你的模型 controllight的模型放在这 你把这个路径把它替换一下 把这个地方替换一下 我就是放在modernmodels controllight的下面的 我就不去做替换了 这样子我就可以直接用我们的sd的 这里面的模型了 就是webui里面的模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在这 这个地方你可以直接点进去看一下 你这些模型 能不能去用我webui里面的模型 就是它是可以直接去使用的 如果说你没有webui的话 你的模型应该是放在 comfui它自己的模型 comfui自己的模型在这 comfui然后models checkpoint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你的laura 然后什么对应的这些模型 它都有对应的 对应的文件夹 controllightlaura 然后什么vae这些 你放到对应的文件夹里面去就可以了 我们如果说你有webui里面 你去跟它共用 对吧 然后很多模型 就可以节省很多的资源 这个是模型配置 好 然后还有几个常见的报错的解决办法 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比如说找一个 找一个 比如说拖一个别人的 拖一个别人的workflow进来 我们随便拖一个 我们从这个里面我们找到插件 我们后面要给大家去讲的 custom nodes 找一下 然后有一个mix label 它这里面这个插件 它自带了几个workflow 比如说我去选择第一个 我们随便拖一个进来 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里面它就有报错 这个时候它就会告诉你 就是当你去加载工作流的时候 它下面的节点是缺失的 就是这个节点是缺失的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是吧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 这个报错 对吧 就是缺失插件 那么你就去安装对应的插件就好了 就是这个 就是 那么你怎么去找到这个插件的名字 就是你可以在这样子 你关闭一下我们这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就会看得到 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缺失的叫segment anything 那这个怎么去显示的 其实也是在这个管理器这 去做一个设置 在这儿管理器这儿 然后有一个叫 这儿 这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这个链什么 就是这个下 这个地方选项去选择 这个叫 选择这个 选择它之后 它就会显示你的名字 它默认的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的 默认的应该是无 那如果说是无的话 这个地方 它就是爆红 但是爆红了 你并不知道爆红的缺失电池叫什么名字 但是呢你可以在这个管理器这里 你把这个标签这儿去设置成这个 link lane 点击 它这个方就会告诉你缺失了哪个 你发现这几个电池缺失的都是这个segment anything 对吧 那你去装一下这个缺失的这个文件就好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来装一下 好 那么你就可以 安装这个模型的方式就跟之前一样的对吧 就是安装这个插件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去到这个铁枯顿的启动器里面 去找一下看一下这个我们没有安装的有没有这个segment anything 应该是有的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插件 可以往下去翻一下 好 这个比较多 我就不挨个去找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好 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在这个 Google里面去搜 或者说你也可以在这个管理器这儿去搜 就是管理器这儿 然后去点击安装缺失节点 它会自动的弹出来你缺失这个节点的这个名字 然后它安装的方法 但是在这个管理器这儿安装的话 很有可能是安装会失败 就是这儿 你可以直接先去试一下运气 那如果说你装不上的话 你就点击这个segment anything 然后呢找到它这个get这个地址 然后结合我们这个get clone 结合这番代码去安装 这几种方式都可以去试一下 就相对于缺失了这个插件 你就把它这个插件呢就重新装一下就行了 好 那还有一种情况比较容易出现的爆出了 是什么就是 就是找不到模型 找不到模型 我比如说再拖一个workflow进来 我们找一个 随便拖一个 官方的 随便拖一个 好 这个里面呢 它官方给的这个workflow里面呢 它就带的有模型的名字 比如说这个 它这本来就 已经把这个模型的名字已经保存进来了 我们如果说要去跑这个程序 我们就点击这个题词对列 你会发现第一个它就开始爆错了 直接第一个就爆错了 这个爆错是什么意思 这个框就表示这个地方 模型缺失 你的本地根本就没有这个模型 那你需要去替换这个模型的吧 就是别人做的这个工作流里面 它肯定是要把模型这些全部写进去 但是这是别人这个电脑里面的模型 你本地不一定有这个模型 你没有这个模型的话 你就换成你本地有的模型 去换了之后 它就可以去重新去指定路径 那或者说你的这个模型的路径不一样 对吧 有些 它没有去分文件夹 没有分这种二斤步路 我是分了二斤步路的 那有可能 它路径的这个显示方式也不一样 你去把它重新去替换下你的模型 那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关于这个 conferui去安装 然后以及常见的一些爆错的这种解决方法 第一节课我们就先给大家去讲这么多